愛師父 愛看師父 妙禪爭議持續延燒 信徒行事作風越來越低調 就連定期聚會招牌的紫衣 也不穿了 這家餐廳就開在妙禪 臺北京社後方 老闆娘 臺炎 信徒經常來包場 每次都有五六十人進行 小組聚會 會選定這個地方 除了地緣關係和前任負責人 也有關聯 因為他就是妙禪信徒 同一條街上開業大約一年的咖啡廳 同樣也做過妙禪生意 但信徒定位都用私人名義 老闆也是事後才知情 他們是以私人的名義 來定位說是私人聚餐這樣子而已 我們是事後員工有在聊一下 我們才知道 事實上二十三號晚 今天妙禪原定要在這家咖啡廳 召開幹部會議 還特定要信徒們帶著禪服進場後再換上 卻疑心未消息在網路上曝了光 會議悄悄取消 儘管妙禪及幹部似乎刻意想要低調 但這段時間網友的討論聲浪 卻完全沒有中斷過 招牌口號搭上電音旋律 網友哭搜剪接 把妙禪法會變成電音盛宴 不管是搖手擺頭呼喊口號 竟然毫無違和感 也讓不少網友看完 都撿不住大笑 記得動個步道